第03万1章 惊天动地 南荒火都 风云际会 东荒 南荒 北荒 西荒的各族强者云集于此 让火都城再次成为天下的焦点 甚至连龙族也派来诸多龙族强者 密切关注中越龙越这一战 龙越到了没有 一位众黎神族巨博高声问道 空中驶来华丽无比的战车 车帘先开 一位来自西荒的大人物降临 引起一场轰动 从车中走下的 是来自朱燕神族的巨博 走出战车时 绚丽的神光 这只是热闹的火都城的一角 一位位强者从西荒赶过来 动静都是惊天动地 最让人激动的 是一艘华丽的楼船飞来 那艘楼船被火光缠绕 翻上挥着凤文 夏氏和祝荣氏的族长 亲自前去迎接 正中万分 其他各大神族的强者 也纷纷前去相迎 后来有消息传出 据说是昆仑山中飞出的楼船 昆仑中隐居的神族 凤凰翊一族的强者 降临到火都城 凤凰翊一族很难见到 昆仑山是西荒最为巍峨的神山 也是最为神秘的神山 这座山隐藏于世 任何人也无法寻到 神山到底在何处 自成一个独立在世外的秘境 甚至还有传闻说 昆仑山不是山 而是一颗异域星球 处在异解空间之中 那星球在更高层次的空间 那颗星球便叫昆仑 而昆仑山便是进入昆仑的门户 是一个巨大的传送阵 进入其中 便可以来到那座星球 与凤凰翊一族相会 而凤凰翊一族 只是那座星球上的一个种族 还有其他极为强大的种族 不过这只是传说 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昆仑山的神族出现 让火都又自热闹几分 没过多久 便有消息传出 说这次来到火都的那艘划船之中 并非只是凤凰翊一族 还有更为高贵的王族 是一位年轻女子 火都城上一次如此热闹 还是小虚空中地居之地出现 引来各族强者 而这一次 则是由两个年轻人的决战所引起 足见忠越和龙越 引起的轰动之大 如果只是单纯的两位年轻强者一战 倒不至于引来如此大的关注 最主要的还是 忠越乃是人族之中 风头最近的人物 日要灵体 逆开五轮 登上神话榜 寄压群雄 再加上一箭出西荒 南荒大逃亡 让他的仇家遍布天下 无论东荒 南荒 西荒和龙族 都有着不知多少强者 打算取他性命 使他唯眼中钉 而东荒的龙越动静 则要小了一些 但也非同小可 灵体进时便斩杀单元静的强者 称雄东荒 同辈无敌 东海中与龙族年轻强者争锋 龙族交世的交亲图 曾经无意中吐露过 他仅败于龙越之手 仅此一败 交亲图如今已经是 东海单元静中无敌的存在 他说出这种话 自然又将龙越的名望 提升一个层次 更何况 龙越如今乃是替代孤红子 成为孤霞城主 妖族的封疆大吏 年纪轻轻便掌管妖族编程 自是非同小可 龙越到了 突然 喧哗声传来 只见一艘宝船遥遥驶来 向火都进发 宝船之上大气飘斩 烈烈作响 旗面上会着龙翔图腾 这艘宝船上方 却是吃龙鱼龙护着宝船 而宝船前方 则是单元静的妖族强者 显出圆形 巨大的身躯缠绕锁链 拉船前行 风驰电撤 船头 妖族的几位长老毅力 目光森然 龙越站在船头上 身躯挺直如枪 面色肃然 背负一口尽两丈的大刀 背后便是四位娇美少女 却是人族练气势 而在空中 妖云弥漫 妖云之中 站着一位形容高谷的妖族巨拨 赫然是妖族四手之中的帝首 天 帝 玄 黄四手 是师不义的亲信 一向阵守在陷空圣城 师不义被剑门老门主风长中创 燕云生 袖天尘追杀师不义 也是这四手阵住 燕云生袖天尘 此刻的守离开陷空圣城 也是要看一看 龙越到底 是不是中越 如果是 立地诛杀 如果不是 帝首也会保护龙越 免得被妖族的敌人 将龙越除掉 宝船驶入火都 一头投拉船的妖族强者 纷纷身躯一晃 化作兽头人身的炼气势 降落下来 而那一条条巨龙也纷纷摇身一变 化作一位美丽可人的少女 落在船头 龙越下船 诸女亦不亦驱相随 中山市还未到吗 龙越开口 声音还有些稚气未散 但她的声音 却带着莫名的威严 龙威浩浩荡荡 扫遍全城 让所有强者 都将她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东海龙越 这么大的嗓门 是来我男荒侍卫来着 突然 一个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白发少年走来 正是众离神族下士的夏盛初 小虚空狼牙榜上 战王榜的第一人 此时 夏盛初也修炼到单元镜 练就五道元丹 修为实力深不可测 龙越 你至今也不曾在狼牙榜上出现 我只听过你的名声 而不知你的实力 夏盛初微微一笑 悠然道 择日不如壮日 不如今日让我看看 你都有哪些本事 是否能够担得起诸位前辈 前来观战 龙越看她一眼 淡淡道 听闻 你被中山市击败 若非小虚空 你便死在她的手中 夏盛初脸色一将 龙越淡然道 被中山市击败的 没有资格向我挑战 你还没有登上神话榜 我不想杀你 也没有兴趣杀你 你下去吧 夏盛初脸色涨红 突然红色退去 淡淡道 中山市我要打 你 我也要打 中山市当初能够胜过我 未必今日便能胜过我 龙越 小虚空中一战 龙越面色平静 摇头道 小虚空中 有狼牙榜保护 无法判定生死 与我一战 便要有必死的觉悟 你没有必死的觉悟 弹劾做我的对手 你不行 下去吧 夏盛初气急而笑 白发飘舞 根根白发如剑 在半空中飘移不定 切得空气 痴痴作响 他练就五道圆丹 战力更加可怕 每一根白发 都相当于一口单元镜的魂冰 让人择舌不已 龙越冷冷看他一眼 突然一头红发暴涨 千丝万发漫天飞舞 化作一头头 争宁凶恶的蛟龙 火都城上空 漫天都是可怕的蛟龙 在窜动 在藤魔变化 突然 各种蛟龙化作千龙壁 九龙钟 九龙阵印 五龙神火照 五师贤情等等魂兵形态 变成可怕的魂兵 夏盛初脸色微变 龙越的手段比他更高 他只是以白发为武器 而龙越却将红发化作蛟龙 以蛟龙为材料 练成各种形态的魂兵 他不由感觉到深深的压力 与龙越交手 他没有把握 不过他话已出 覆水难收 此时如果不出手的话 他在南荒的威名便会尽丧 沦为笑柄 被各族瞧不起 这一战 他不得不战 而在此时 突然惊天动地的喧哗声传来 这喧哗声 先是从城中心传出 接着如同瘟疫一般四处蔓延 喧哗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吵 一个个刚才还打算观战的各族强者 纷纷露出金融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有消息从海外传来 中越中山市 化名摩洛公子 在魔族八荒出现 今年老魔神魔圣复活 血迹了龙族五老 中山市与魔圣大战 将魔圣斩杀 中山市召唤魔神 将魔族八部圣族的高层 长老 巨拨包括八圣族的族长 一网打尽 中山市重创魔族八荒 被魔族八荒称作中天魔 迫使八部圣族的八位魔族复活 魔族八荒中 引誓不出的魔神亲自出手 将中山市拍扁 中山市逃走了 出现在人族大荒 正向南荒赶来 要与龙岳一战 火独成中 夏圣初和龙岳一战 引起的轰动 顿时不翼而飞 一位为各大神族的长老 巨拨 祭司 纷纷召来亲信 不断询问消息来源 消息是否可靠 脸上的震惊之色难改 这些消息 终于从魔族传到龙族 接着传到南荒 引起的轰动 可想而知 每一个消息 都是这样的可怕 这样的震撼 一个单元进的人族练气士 居然杀到海外大荒 将转世魔神魔圣干掉 居然将八部圣族打残 甚至连各族的圣族长 都被他召唤的魔神 杀个金光 太可怕 实在太可怕了 魔族隐居的魔神 亲自出手 居然也没有干掉他 居然还被他逃脱 这还是人能不办到的事情吗 不仅如此 魔族甚至还称 他为中天魔 魔是对魔族的称呼 而天魔 则是最为凶恶的 先天魔神的近称 魔族竟然称一位 人族练气士为天魔 可见魔族对他的惧怕 到了何种程度 至于八部圣族的 八位老祖复活 则与中越无关 修罗等魔族复活 为的是对付魔圣 这个消息是以鹅传鹅 部族为信 但也衬托出 中山式的可怕之处 让他威名更胜 很快 火独城中 一根根图腾 驻图腾庄纷纷启动 各族强者将这些可怕的消息 传到各自的部族 传到一座座金碧辉煌的神庙 惊动更多强大无比的存在 还打不打 龙岳看向夏圣初 侧头道 夏圣初脸色阴晴不定 漫天白发猛地一收 拂袖而去 冷笑道 中山式尚未来到 便被他抢了风头 还打什么 与此同时 剑门惊鼎 君思邪也得到了消息 面色既是震惊 又是古怪 又是好气 又是骇然 南南道 难怪他说 会把我们都吓一跳 他居然去了魔族 还闯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糟了 这小子不懂得低调 他在魔族的消息传出 肯定想杀他的更多了 各大神族 妖族 龙族 恐怕都市 他为眼中钉 谁长老是否能护得住他 第0382章 西王母国 南荒火都 凤凰义族的楼船 降落在火都中心的 重重宫阙之中 只见一位为容貌秀丽的女子 和身材隐藏俊朗的男子 纷纷下船 凤凰义族难得出现 自然有诸多神族强者相请 此行凤凰义族的首领是个女子 名叫凤明 是一尊巨拨 被夏氏 祝容氏 与其他神族请了去 而其他人则 留在这座宫殿中 这宫阙中有一云台 站在云台上 可以看到满城景象 只见诸多凤族少年少女 站在云台上 遥望龙月和夏圣初 只见两人却没有交手 而是各自离去 心中都是叹息一声 一位凤族少女 看向旁边的一位少女 笑问道 赤雪公主 那位东海龙月你怎么看 那位少女与其他凤族女子不同 头戴凤冠 插着凤羽 笑起来时 有着一对小虎鸭 身后则长着一条长长的豹尾 显然不是凤族 而是另一个种族 笑道 龙月很古怪 没有完整的魂魄 凤冠 是用凤羽锁 敢于在凤族面前头戴凤冠 而且 凤族还对她如此礼敬 可见这位名叫赤雪的少女 在昆仑中的地位非同小可 多半便是传言中的昆仑王族 龙月的魂魄不完整 其他凤族少男少女 都是吃了一惊 师生道 怎么可能 龙月的实力如此强大 刚才与夏圣初对峙 发丝化作万条蛟龙龙罩火都 怎么可能没有魂 赤雪也是纳闷 摇头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刚才看她 虽然元神极为强大 但是魂魄却弱得可怜 如此单薄的魂魄 根本不足以支撑起这么强大的元神 所以我判断 她是残魂 并非是完整的魂魄 倘若忠月在此 一定会对此女佩服有加 化生玄弓 虽然可以 炼成两大化身 与寻常炼气势 没有半分区别 但化生玄弓 也不可能复制魂魄 只是从主魂上奋出一缕 然后密练元神 奋出两尊辅助元神 如果单纯地看化生玄弓的化身 看不出任何破绽 化生玄弓炼出的化身 有肉身 元神 灵 秘境 元丹 光轮 甚至还可以感应到魂魄气息 可以说毫无破绽 但是 化身没有真正的魂魄 这是这门玄弓唯一的破绽 不过至今为止 尚无人能够看穿她化身魂魄 因此 至今不曾被拆穿 这也是中月 敢于掀起双月大战 这场盛世的原因 其他凤族少年少女 虽然吃惊于龙月 没有完整魂魄 但是对这位赤血公主的眼力 却没有任何怀疑 显然这宝为虎牙的女孩的眼力 极为可怕 残魂也可以修成炼气势吗 赤血疑惑道 其他凤族弟子都是摇头 纳闷道 可能祖星上的种族有些古怪 这次我们从肖母国出来 倒要见识见识 这祖星上的英豪 看看这里的气象 比我昆仑如何 我观火都城 除了龙月 下圣出还勉强可看 其他神族都是马马虎虎 同辈之中 强者太少 赤血目光闪动 笑道 同辈之中 没有多少值得触手的强者 有损祖星的名头 祖星已经没落了 一位凤族少女快言快语 翠声声道 我听凤明前辈说 祖星是废星 无论神族还是魔族 修成神魔之后 往往都会离开祖星 肯留下的神魔少之又少 久而久之 祖星的根基便被毁了 所以 一年不如一年 突然 火都城中响起一个爽朗的笑声 龙月 好久不见 还记得交亲屠否 云台上 诸女纷纷看去 只见龙气东来 长达百里 一位龙族青年 身材高大受鞘 向龙月走去 战以滔天 这个交亲屠 不比龙月下 胜出逊色 嗜血差一道 她是什么来头 修为很是深厚 东海交亲屠 也是龙族 一位凤族女子 对交亲屠颇有了解 道 近些年崛起的龙族年轻强者 据说她曾经与龙月秘密一战而落败 只是不知真假 她还曾在小续空中遭遇中月 虽然也败了 但是却一举超过下 胜出在战王榜上的排名 位列战王榜第一 前不久 交亲屠再入小续空 竟然冲进了神话榜 排在神话榜倒数第二位 还排在中月前面 又有一位凤族男子道 听闻他得到祖龙传承 是龙族之祖 雷则氏的传承 所以一次鼻子强 他登上小续空神话榜 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只是被龙月中月一战给掩盖下去了 有些生不逢时 这就难怪了 赤血笑道 雷则氏先天神血脉 乃是神族中的皇族 就算是投诸得到雷则氏传承 也可以修成诸婆龙了 这个交亲屠 也可以算是不弱的人物 只是还不能让我眼前一亮 但是其他凤族练弃士 却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显然认为他有这个实力 突然 火都城中又有大笑声传来 朱聚山大步走来 朗声道 青徒兄 双月之战已经定了半年之久 你又何必抢了双月的风头 再说 你刚刚登上神话榜 便被辟邪公子打了一顿 伤势至今不曾痊愈 还是安心养伤为妙 这次哪壶不开提哪壶 交亲徒不由大怒 他登上神话榜后不久 西荒辟邪公子便寻到他 与他一战 将他重伤 然后摇头说了一句 你比不上中山市 这件事被他视作奇耻大辱 如今被朱聚山这张破嘴捅了出来 自然让他很是不爽 突然又有一位病少年走来 却是北荒白则是白沧海 微笑道 难得呀 又遇到这等盛事 中山市还没有到吗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中山市 没想到 他居然跑到了魔族大闹一场 朱燕神族的朱江月走来 目录一色道 又有一声大笑传来 只见几位强大的神族炼气士走出 有几人是来自西荒名头响亮的 丹元镜强者 还有一人 却是出身下市的武道强者 笑道 诸位师弟 你们只是刚刚修成元丹不久 便想宣兵夺主 夺了我们这些 早已静宁丹元镜许久的炼气士吗 众人气势相互碰撞 在火都城上空卷起一股股龙卷风 声势骇人 各荒之中 每个境界都有其过人的天才强者 下圣初 焦青土等人 虽然也迈入丹元镜 但有些强者比他们早到一步 而且在丹元镜进行的时间更长 修为更深 这几位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存在 是西荒 南荒中 与人族左相生 田延宗齐名的存在 突然 龙月朗声道 中山市还没有出现 咱们不要大打出手吗 众人气势各自收敛 下圣初出现 向那位下市的武道强者见礼 道 圣年兄长 今日群雄聚会 不如便去武神台 主九论英雄 等待中山市前来 圣年微笑道 也好 诸位 请 云台上 诸多凤族少年少女纷纷道 赤雪公主 咱们也去武神台 你们去吧 我要去一趟小旭空 赤雪轻声道 家祖曾经在小旭空至尊榜上留名 我想知道 我能否也登上这小旭空至尊榜 他看向登上武神台的诸多单元镜强者 目光闪动 这些人物 不足以让我动征盛之心 我想看的只有两人 一个是击败交亲图的辟邪 一个是也击败交亲图的中山市中越 可惜 这二人都不曾出现 小旭空至尊榜 五万年来 只有两个名字登上这个榜单 没想到 居然其中之一 便是他的先祖 突然 火都城中传来一阵喧哗声 只听一个声音高声道 中山市已经到了南荒 距离火都还有八百里 火都城中群情激荡 诸多强者纷纷飞上半空 向八百里外遥望 甚至连城中的巨头 巨拨也忍不住释放出精神力 扫向八百里外 中越一人便将魔族打残 引起的轰动 是何其之打 他来火都城赴约 足以牵动人心 赤血心中微动 停下脚步 笑道 也好 先看一看中山市再说 过了片刻 只听又有炼气室高声道 剑魔中山市 距离火都只有五百里了 六十四剑人魔水子安相随 还有森林女魔秋潭室 左相声 田延宗这两个坏配也在 中山市距离火都只有两百里路了 中山市已经到了城外 即将进入火都 赤血心中诧异 笑道 这个中山市 派头声势 居然比巨博到来还要大 真是艺术 我倒要看看 他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居然掀起如此声势 半空中 一道掌和浩浩荡荡 驶入火都城的上空 一位小老头大袖飘飘 站在船头 诸多巨博纷纷上前营亚 笑道 水师兄 快请 快请 水子安八面玲珑 交友广阔 虽然众离神族的 幽权二老线落在剑门之中 但夏氏和祝荣氏 也都不愿得罪他 两族的宗主亲自来迎 有劳诸位师兄亲自相迎 水子安哈哈大笑 落下长河 与诸位巨博 携手走入火圣宫 将忠岳等人丢在那里 赤雪看向忠岳 轻移一声 又收回目光 向武神台上的龙岳看去 接着目光又落在忠岳身上 又是轻移一声 忠岳心有所感 抬头向火圣宫中的云台看去 赤雪只觉一双清亮的目光 落在自己身上 甚至让他感觉到 他的目光中传来压力 不由的小虎牙露出 笑道 有趣儿 赤雪公主 什么有趣儿 一旁的凤族少年少女 纷纷询问 赤雪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心道 龙岳的残魂 居然与忠岳的残魂乃是一体 两人是同一人 一魂双体 岂不是有趣儿 第0383章 双岳谁微风 秋剑感觉到忠岳突然身体一僵 纳闷道 师哥 怎么了 没什么 忠岳收回目光 心头却有些震惊 这个女子是什么来头 目光直视灵魂 好像看破我和龙岳的魂 这倒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她是谁 为何有这等眼力 她精神力激荡 向赤雪波动而去 传音道 这位师姐如何称虎 家住何方 钟山士 你未免太冒手了吧 云台上 赤雪露出小虎牙 笑道 一见到人家便跑过来询问明信 我娘说 这样的男子 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定要小心防备 否则就会被他吃掉 我叫赤雪 住在昆仑境西王母国 今年17岁 家里姐妹排行第二 还未成亲 钟月无语 这少女刚才还说她冒失 眨眼间便将自己的明信 荷莱莉爆了出来 还将自己的各种底细 都抖了出来 你一魂双体 是怎么弄出来的 赤雪号奇道 秘密 钟月笑道 还请赤雪师姐 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赤雪笑道 当然可以 自己跟自己打 这么有趣的事情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一定要继续看下去 钟月一行人 成为火都城的焦点 无论走到何处 都会引来不知多少人的瞩目 毕竟钟月在魔族中 闹出的动静太大 不能不让人重视 突然 一声长啸传来 武神台上 一位西荒神族 炼骑士站起身来 气势陡然绽放 高声道 左相声 好久不见 自从上次西荒一别 你有很长时间没有露面了 他的气势如同山巒在天 背后浮现出 四壁无目的山神元神 却是山神族的强者 钟月等人刚刚出现 他便向左相声摇摇摇战 显然左相声上次去西荒时 曾经与此人有过过节 钟月心中微动 这位山神族炼骑士的气势 无比强大 修为身后 应该是西荒丹原境中的 了不起的存在 左相声抬头打量一眼 道 原来是山竹风师兄 有何见交 山竹风哈哈大笑 你我上次一战 因为神亚族的插手 未能较量出胜负 今日不如继续那次未完成一战 左相声 你意下如何 左相声面色淡然 抬手道 请 城外一战 山竹风率先起步 向火都城外而去 左相声也竟自向城外走去 田烟宗微微皱眉 道 有古怪 这个山竹风一上来 便将左师兄请走 好像是要将忠师弟 你身边的高手调走 我们刚刚来到这里时 便遇到各族巨拨来请水长老 水长老被请走 如今左师兄 去与山竹风一决生死 下一个恐怕便是我了 这里面 肯定有阴谋 不得不防 忠月微笑道 田师兄无需担心 你看龙月 田烟宗抬头向武神台的龙月看去 只见龙月气宇轩昂 一身修为极为可怕 而且体内的龙血龙气无比旺盛 气血外溢 甚至在身后形成龙香奔腾的虚影 心头微震 看不出来是假的 一点都看不出来 武神台上的龙月 是实打实的龙族 而且实力极为强大 在单元镜中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强者 忠师弟 到底是从哪里请来的这个龙族 装得比我们像多了 田烟宗阿安纳闷 谁子安让他们也随同前来 为的便是让他们冒充龙月 免得忠月被人拆穿 而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龙月 根本无需他们冒充 心道 难道这个龙月 是忠师弟从龙族请来的年轻高手 不对 不可能是从龙族请来的 如果是请来的 必然会被师 不易等妖族强者发掘 毕竟龙月的功法在那里 龙族强者即便想装 也装不像 那么这个龙月 到底是什么来头 难道说 忠师弟和龙月不是同一人 忠月低声道 田师兄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田烟宗松了口气 突然武神台上 一位强者豁然起身 哈哈大笑道 田烟宗还记得微谋否 田烟宗向那位鬼神族强者看去 笑道 威黑旗 上次你我一战 你还没有被我打伏 威黑旗冷哼一声 背后升起一团黑旗 黑旗团中插着八面黑旗 长短不一 中央的黑旗最大 冷笑道 田烟宗 上次一决 是你胜了半雀 今日你我再一决高下 我在城外等你 他化作一道黑光 顿出火都城 声音从城外传来 田烟宗 还不出来受死 田烟宗看向忠月 笛声道 忠师弟 这里面绝对有阴谋 你自己当心 忠月点头 师兄放心 大风大浪我都挺过来了 不至于在火都翻船 田烟宗闪身离去 而在火圣宫中 水子安立刻察觉 忠月身边的两大高手 被鬼神族和山神族调走 心中暗道一声不妙 却不动声色 依旧与夏氏和祝荣氏宗主 以及各大神族的巨拨 谈笑风声 笑道 主委师兄 龙月忠月已经到了 不如咱们便去看看他们一战 胜负如何 夏氏宗主哈哈笑道 水师兄不必着急 龙月忠月定下半年之期 如今还差两日才到半年之期 今日难得群雄聚首 你我自当开怀畅饮 畅谈一番 还未与你介绍 这位是来自西荒昆仑凤族的凤鸣儿 凤族中的巨拨 水子安心中一惊 连忙起身见礼 凤鸣儿乃是一位美貌妇人 海里笑道 早听说水师兄有着急事语的名号 号称但有危难 只需提一声水师兄的名号 无论何族都需要给个面子 水子安哈哈一笑 心中却在犯愁 现在看来 我是难以脱身了 各族肯定有什么阴谋 针对中山式的阴谋 现在我无法脱身 火都城中中越心思晃动 脉步走向武神台 他脚步抬起 便见脚下一片方圆母虚的藤叶出现 载着他和其他剑门练气势飘向武神台 丘健坐在木轮椅上 观想藤叶 载着他们登上武神台 众人脚踏实地 放眼看去 只见武神台高耸在天空中 下方是一根高达百丈的铜柱 铜柱粗达十丈 拖起这座高台 很是壮观 这武神台一层阶梯一层栏杆 层层叠起 呈现出圆锥状 一层层石阶上去 到了顶端 则是火炬状的台顶 整座武神台远远看去 就是一个特大号的火炬 石阶以白玉为基石 青玉为栏杆 很是奢华 栏杆上雕刻各种半尺长短的小兽 有头无面 只长着一张嘴 身上雕刻饕贴图腾纹 暗藏玄机 中越射击而上 其他剑门弟子跟在他的身后 不料刚刚踏上一层台阶 便只觉压力陡然传来 栏杆的小柱子上 敦服的瘦雕图腾纹亮起 传来惊人的压力 几位剑门弟子闷哼 举步为奸 中越轻一声 这武神台 竟然是一口巨大的火炬状魂兵 登上的台阶越高 压力越大 修为越强 承受的压力也是越大 乃是一个考教修为实力的地方 我和剑倒可以走上去 但是其他师弟师妹 未必有这个手段 中越让这些剑门练气势 量力而行 自己与秋剑 迈不登上武神台 武神台的半腰 乃是一片广阔平台 一位未丹圆镜的高手 云集于此 都很是年轻 但是在巷上 则没有人攀登 显然上面的压力更强 中越与龙越目光对碰 半空中火光炸现 龙越身后 突然群龙涌现 猙獰凶恶 张牙舞爪 群龙之中 一头巨形六目三足 缠除浮现 蛟龙围绕六目三足 闭眼金蝉飞舞 震撼人心 中越身后 则竟自浮现出一轮大日 熊熊燃烧 映照的武神台赤红 大日之中 三足金屋 正齿翱翔 雄威盖世 两人目光一触即分 但武神台上 所有人都看出 这两位年轻高手 战意滔天 不过这二人十分克制 并没有立刻大打出手 大荒中越 东荒龙越 双越如风 屹立在东荒大荒之中 被誉为两足之中 踏破练气势极限的存在 只是双越一直未曾碰面 不知谁强谁弱 大日与明月 中山与龙越 双越谁为风 远处 一位白发苍苍的 法天静老者 遥望武神台 颤巍巍道 而今 终于双越相遇 可以见分晓了 月要灵体 月要灵体 两大灵体遭遇 必将是一场龙争虎斗 还有两日 中越巍巍一笑 眉头眉脑道 龙越显然听懂了他的话 淡淡道 还有两日 武神台上 其他练气室也都听懂了 他们二人说的是 半年之期 还有两天才到期 两天之后 才是他们的决战之日 中越哈哈笑道 龙兄 这两日之内 你我说不定 还可以做个朋友 龙越脸色淡然 悠悠道 难说 龙某交朋友 不看资质 不看实力 只看心情 中越杀气肆意 冷冷道 龙兄今日心情如何 两人目光碰撞 又爆出一连串的火光 杀气腾腾 看到武神台上 众人心惊肉跳 又是期待 不过龙越和中越 却又各自暗纳下来 都是冷笑一声 两日之后再杀你 突然 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 中山市 你居然还敢出现在火都 真不知自己 是几斤几两 中越寻生看去 只见一位中年男子飞至 登上武神台 杀气腾腾 面目不怒自威 四周栏杆小柱子上的神兽 大放光芒 却阻止不了此人的脚步 那些滔铁神兽越来越明亮 但是这中年男子的气势越来越强 身后陡然浮现出一尊百丈 溃烂那个元神 竟然反压武神台 修为实在雄魂 这位法天境强者来到平台上 对其他人无视 杀气直接涌向中越 冷冷道 中山市 无需龙越杀你 现在我便送你上路 第03章四章 双越何必 中越被他杀气冲击 衣衫漂浮 微微皱眉道 你是谁 你我有何恩怨 老夫魁虎之父魁正书 魁虎是死在你的手中罢 还有我族的魁正前辈 也被你们剑门关押在阵风堂中 我族的魁正山前辈 进入剑门平定剑门之乱 也被你们剑门所杀 那中年男子杀气滔天 高达百丈的魁龙元神 竟然还在生长 平台下数以百计的 饕贴神兽雕塑 全部被激活 也丝毫不能让他感觉到压力 他的杀气越来越赤裂 冷冷道 阵风堂主 我魁龙神族与你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 今日便是你授手之日 说得好 远处传来一声大笑 只见又有两位法天境老者远远飞来 一个妖族老者 一位是祝龙氏的炼气士 高声道 魁正书师兄说得好 中山是天怒人怨 何须龙月杀他 今日便在武神台上 将这丝审判定罪 就地处死 这两位法天境巨头 落在武神台上 身后各自浮现出百丈元神 顶着武神台的压力 脉步登台 向平台上走来 那位祝龙氏巨头冷笑道 中山是四处作恶 我火都善待你 你却在离开火都时 屡屡杀害我众离神族的弟子 天理难容 妖族老者哈哈大笑道 这等凶恶之徒 还是杀掉了事 还需要审判做什么 火圣宫中 水子安眼皮轻轻跳动 便要起身 各族果然阴谋 要对付中月了 宫中 几位巨博一起笑道 水师兄稍安勿躁 还有一位老朋友前来拜访 杀其山杀师兄 你还不出来 一声大笑传来 只见扑鼻的兴气 涌入火圣宫 杀其山哈哈大笑 迈步走路 朗声道 八面玲珑水子安 我仰慕已久了 水师兄 小弟屡次死里逃生 好不容易才见你一面 还请师兄给小弟一个面子 小须片刻 他举止豪迈 意气风发 虽然是龙族的叛徒 但却另有一番风度 水子安冷哼一声 双手抄袖 杀气引线 淡然道 杀师兄 诸位师兄 你们这是打算做什么 水某虽然愚钝 但是也不会做看 我剑门弟子被杀 若是同辈较量 中山是被打死了 我也只是微微皱眉 说一声 他既不如人 活该被打死 而现在法天境的巨头 都出现了 找他的晦气 此举有些过了 莫非诸位师兄 真的以为 水某只是个老好人 不敢大开杀剑 他的袖筒中 痴痴痴地声响 一道道细地 堪比蚕丝的剑丝 露出头角 看得宫中诸位巨拨 都是心头微调 沙漆山哈哈大笑 水师兄 这是说的哪里话 我才刚刚来到 水师兄便大发雷霆 这是不给沙某面子 夏氏宗主 乃是武道神人 气势隐隐战放 含笑道 水师兄稍安勿躁 在我火都城中 中山氏出不了岔子 淡定 淡定 再说了 中山氏与各族为敌 各族长辈去寻他 也是要他给各族 一个小小的交代 不会太过分 水子安双手 依旧抄袖 哈哈笑道 夏师兄说的是 他心思转动 暗骂一声不要脸 心道 我原以为这些家伙 只有在中越和龙越 一战之后 才会对我们下手 我还是低估了 他们的厚颜无耻 我善于在小地方动手 越小的地方 我的实力越强 这座火圣宫中的 强者太多 而且 夏宗主 还是武道神人 又有凤族的巨拨在 我若是突尸杀手 很难将他们统统杀光 而且在火都城 有火都的武道神人之灵 镇守此地 在这里动手 杀出去 也是千难万难 他心中暗动杀鸡 却依旧不动声色 寻找出手时机 武神台上 祝容室和妖族 两位法天境强者 顶着压力登台 两人的头颅 已经出现在台前 登台也就是几步的事情 台上奎正书 气势惊天 突然发动 摇身一晃 显出奎龙之身 原神与肉身相容 高达百丈 京躯争獰 奎无无双 台上顿时出现 一尊牛手龙身的神人 一声聚吼向中月一拳轰去 中山市 还我儿子命来 受死 奎龙神族在肉身上 有着独到的造诣 中月的不死之身 便是得自奎龙族奎正 和奎虎之手 这位奎正书的不死之身 比奎虎要强大不知反几 一击之下 武神台风雨飘摇 台上诸多年轻强者 连忙各自催动神通抵抗 只见武神台上 一面面大顿浮现出来 光芒闪烁 照亮天空 将奎正书这一击的余微挡住 巨头好强 众人压力陡增 登上武神台 本来便要面对武神台的压力 自身近半的实力 都需要用来对抗 此刻再加上奎正书的神通压力 让他们也不太好过 大日魔胎印 中月四指扣住拇指握拳 一拳轰出 顿时武神台上 如同一轮魔日升起 与奎正书这一拳 以硬碰硬 武神台上顿时传来 惊天动地一声巨响 奎正书与中月 同时身躯大震 奎正书心头震惊 突然武神台四周的空间晃动 只见一道模糊身影 从空间中钻出 手中持着一杆鬼头翻 向中月兜头打下 这个模糊身影 赫然是一尊鬼神族的 法天境强者 不知何时潜伏在武神台上 突然现身 袭杀中月 武神台上 夏圣初 白沧海 丘吉尔等人失声惊呼 鬼神族的强者善于隐秘 天生便是精通刺杀的高手 这位鬼神族巨头潜伏在此 谁也没有发觉 此刻突然爆起 趁着中月与奎正书交手的一刹那 偷袭中月 简直是必杀一击 与此同时 奎正书背后 龙月脚步一动 便来到她的身后 手掌一震 便是千龙涌现 化作千龙臂 狠狠印在奎正书的后心上 奎正书所料不及 长嚎吐血 心中又惊又木 而在她身前 中月突然踏步上前 拳头舒展 拇指中指相扣 其他三指做阳光辐射状 化作大日天魔真经的天魔日照印 一掌印在她的胸口 她的另一只手掌 则是突然间向上翻起 向脑后抓去 彭与金剑顿石落在手中 而中月这一印拍出 奎正书胸腔内的鲜血沸腾 被魔火点燃 全身皮肤炸裂 只见被魔火引燃的鲜血 如同利剑四面八方击视而出 中月转身 献出金屋元神的第三形态 化作三足神人 身后后一条腿生长出来 抬脚扫在奎正书的头上 她转身的一刹那 鬼神族巨头的鬼头番 已然来到头顶 中月手中的彭与金剑扫过 鬼头番立刻应声而断 那位鬼神族巨头心中一惊 身形向后一撞 隐匿在空间之中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奎正书背后 龙月抬脚扫在奎正书的独腿上 这位奎龙族巨头 像风车一般旋转 被两人从武神台上扫飞出去 轰然砸在火都城中 砸塌一片片建筑群 妖族和祝容氏的两位法天境巨头 刚刚登上平台 迎面便见一道剑光刺来 剑光飞速抖动 将妖族巨头的尖头刺穿 那位妖族巨头怒吼 显出原形 化作一头百丈巨兽 巨幅在台上 探找抓向中月 却在此时 一道匹链般的刀光落下 龙月从背后抽出辽刃 一刀斩下 那妖族巨头的利爪 顿时被斩断 不由痛呼连连 巨大的爪子砸落 震得火都城颤抖一下 中月 龙月二人身形交错 身形向前重重一靠 挤压在那位妖族巨头胸口 两只手掌齐齐硬下 那位妖族巨头胸口炸开 骨茶子露出 断骨和碎肉翻飞 仰面倒地 砸在武神台上 口中鲜血喷涌 而在旁边 那位祝容氏巨头 还未回过神来 中月龙月夹击而至 祝容氏巨头 法力雄魂无比 抬手便向两人轰去 神通惊天动地 化作两条火龙 将两位年轻人卷起 痴痴 一道剑光 一道刀光落下 双龙寸寸断裂 中月和龙月 围绕祝容氏巨头 团团飞舞 如同两道黑线 眨眼之间 祝容氏巨头 身体轰隆倒地 同样砸在武神台上 四肢所有大精都被挑断 元神也被两人打残 痛呼不已 两道身形飘落 中月和龙月前后落地 两人对面立 衣衫浮动 徐徐平息下来 武神台上 众人不惊呆了 中月和龙月竟然联手 在短短片刻 便重创四位法天镜巨头 将这些各族民宿 打得落花流水 他们两人的配合 简直天衣无缝 完美地无懈可击 如同经过千百次演练一般娴熟 让人既是震惊 又是大开眼界 而在火圣宫中 夏宗主 凤明儿 与各族的巨拨 也都看得呆了 浑然没有料到 居然会是这个结局 谁子安也是又惊又喜 绣筒中剑丝团成衣眉眉见见 隐匿下来 双手抽出双袖 心道 中山是这小鬼野太 他也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武神台上 钟月和龙月依旧在默默对视 不过台上众多年轻强者都可以看出 这二人先前相互不对付 一副随时可能开战的样子 而经过这一战 两人联手遇敌 却有惺惺相惜之感 为什么 那位遭到重创的妖族巨头 勉强抬头 看向龙月 眼中露出不解之色 南南道 我帮你除掉中山市 你应该谢我才对 为何对我下手 龙某叱咤东荒 年纪轻轻便被我视为以重刃 担当孤霞城主 镇守一方 我要胜他 自然是要胜得光明磊落 龙月背负双手 抬脚踩在他的头上 将他的脸重重踩在地面上 自负万分 朗声道 钟月是我的对手 谁在他与我决一死战之前 对他下手 便是与我龙某过不去 谁与我过不去 我便杀谁 他的声音传遍全程 让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老爷真是豪杰 龙川忍不住赞叹道 其他人也深有同感 虽然龙月傲气 但是也有傲骨 他的名气比不上钟月 不过此举 却让满城练气势佩服不已 难怪双月可以并列 东海龙月 的确有着龙族的傲气傲骨 白沧海赞叹道 双月谁为风 这双月一战 我更期待了 第0385章 乌鸦嘴 武神台上 即便交青图 夏圣初等人对钟月 龙月很是不服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白沧海所说 双月的确大方一彩 各有各的人格魅力 尤其最让他们感觉到恐怖的是 双月何必 简直堪称无敌 崔库拉朽般 将三位法天竞巨头 打得落花流水 这二人联手的实力 实在太可怕了 好在他们是两个人 不是同一人 如果真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 龙月就是钟月 那就太可怕了 众人对视一眼 心中暗倒 钟月突然笑道 诸位若是信得过我 便不要动 台上诸多强者微微一正 突然只见 钟月一头乌发暴涨 发如剑丝 煞时间长发密布 将整个五神台笼罩 一根根发丝 围绕台上所有人转动切割 痴痴有声 台上 有人坦然 任由剑丝切过 有人则打起精神 手握魂兵 严阵以待 钟月黑发如龙 笼罩五神台 千丝万发次来次去 各种剑法变化 令人眼花缭乱 突然 钟月一根发丝 仿佛触碰到空间中的某些东西 只见空间晃动一下 原来躲在这脸 钟月拔剑 一剑刺出 那空间中一个身影陡然浮现 冲天而起 赫然是刚才隐秘空中 偷袭钟月的那位鬼神族巨头 他被钟月发现踪迹 当机立断 立刻顿走 与此同时 钟月冲天而起 两人在半空中遭遇 剑光如同金色飘雪 钟月反倒不再动用棚与金剑 而是动用大字在剑气 只见剑门的正门功法 在他手中化作各种形状 钟 鼓 雷 踏 琴 色 龙 凤 金屋 围绕那位鬼神族强者 穿插交错 那位鬼神族强者的魂兵鬼头番被斩断 此刻不得不与钟月近身一战 鬼神族善于偷袭 神出鬼没 但在近战之下 鬼神族的实力 便要比其他种族逊色了 突然 那位鬼神族强者的右臂 被生生斩断 从空中掉落下来 壁血洒落 那鬼神族强者长嚎一声 化作一团鬼物远去 隐秘消失 你走得了吗 钟月黑发一甩 半空中黑发如铺 刺入空中 将那位鬼神族巨头身体刺穿 半空中血光点点洒落 她的黑发穿透鬼神族巨头的肉身 竟然将这位巨头 从空间中生生扯出 看得满城的炼气势 心头乱跳 先前是钟月 龙月联手 仲窗魁正书等巨头 不过那时是两位年轻强者 合力攻击一位巨头 将一位巨头打残 再去攻击另一位 没有出现两位巨头联手的场面 而且 钟月和龙月一个手持兽神 獠牙炼制的撩刃 一个手持彭与金剑 有着两口兵刃 自然无往而不利 而现在 则是钟月一己之力 将鬼神族巨头击败 击伤 此刻他甚至以黑发 将这位巨头所著 要将其斩杀 单元镜 便要斩杀法天镜的巨头 这是何等的战力 武神台上 夏圣初 夏圣年兄弟二人 也是脸色微变 钟月动用的已发为 剑证是武道宗师的手段 夏氏的拿手好戏 不过夏氏的绝学 在钟月手中 威力更加惊人 甚至还要超过 他们兄弟二人 不仅如此 龙月也动用过 类似的手段 可见龙月的肉身 也练得无比强大 生命力惊人 钟月 龙月虽然都是以发为魂兵 但是两人的手段不一样 龙月是红发化作赤色蛟龙 以蛟龙为根本 结成一种种 威力强大的魂兵 或者神通 而钟月则是单纯的剑法 但以发丝为武器 施展大字 再见其威力更加可怕 法天竞巨头的肉身 都抵抗不住 钟月黑发锁住 那位鬼神族巨头 将此人扯向自己身边 手掌之中 一轮大日冉冉升起 便要将此人避于掌下 却在此时 只见火圣宫中 一位武道天师 探守吁吁一切 钟月的黑发 顿时被切断 住手 我火都城之中 严禁打斗 那位武道天师 从火圣宫中走出 步步高升 威严无比 目光扫向钟月 沉声道 钟山是 按算鬼神族前辈 是要与我 众离神族作对吗 剑门诸位弟子不由大怒 祈祷 你刚才没有看见吗 明明是他们 向钟堂主出手 钟堂主反击 这才将他们打伤 火都城乃是商业重镇 城中多是来自 各族各荒的炼骑士 文言也是纷纷摇头 众离神族此举 太过分了 明明是那些巨头 不要脸面向钟山市出手 钟山市反击而已 不去追究这些巨头 倒也罢了 为何反倒将罪过 丢到钟山市的头上 也有许多炼器士 看出不对劲之处 众离神族火都城 乃是南荒第二大圣地 一向禁止在城中动手 此刻竟然有巨头 明目张胆的偷袭钟月 说明是得到了 众离神族的默许 钟山市名头太盛 众离神族也认为 他是个威胁 所以打算将他铲除 有人议论道 那位武道天师 身形冉冉而起 与钟月摇摇相对 文言呵斥一声 声音在火都城中 滚动如雷 将满城的一轮压下 沉声道 我众离神族的规矩 武神台上可以动手 但是出了武神台 谁敢动手 便是违反我众离神族的律法 钟山市 你刚才出了武神台 还不认罪 钟月漫天黑发猛的一收 甚至连断发 也如同蛟龙般飞回 断发重连 不断缩短 缩回寻常长短 咒眉道 莫非我遭到偷袭 也不能还手 只能束手待毙 那位武道天师还带在说 突然下宗主的声音传来 道 重镜 钟山市只是出饭 还不至于治罪 回来吧 毕竟各族的师兄都在此地 多少要给水师兄留个面子 那位武道天师下 重镜攻身 道 宗主所言即是 他回头向钟月看来 冷冷道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钟山市 你若是再犯 我定斩不饶 钟月耐着性子道 若是再有炼气师 在火都城中袭杀我 该如何处置 在我钟离神族的地盘上 谁敢向你下手 下重镜转身离去 傲然道 只要你给我安分一些 我钟离神族 自然会保你平安 钟月收回目光 落在台上各族的年轻高手身上 又一开目光 落在龙月身上 向龙月施了一礼 道 多谢龙兄刚才出手相助 钟某感激不尽 龙月连忙闪身避开 变色道 我并非是为了救你 而是你若是死了 我到哪里去寻你这样的对手 我向你挑战 目的是为了战败你 喜庆我的冤屈 自然不能挑战一个死人 他身躯挺直如枪 自负万分 龙月就是龙月 不是任何人 我要让天下所有生灵都知道 双月之中 龙月为首 而你钟月 只能在龙月的阴影之下 钟月哈哈大笑 直起腰杆 朗声笑道 好 东海龙月果然气宇轩昂 气度非凡 令我心折 不过你放心 你虽然助我一次 但是两日后你我交手 我必然不会手下留情 不过在你拜后 我可以留你一条性命 龙月眼中金光暴射 我不需要你留情 与我交手 你若是手下留情 必死无疑 钟月微微一笑 悠然道 龙兄 旧话重提 这两日 你我或许做两天的朋友 看我心情 龙月淡然道 两人目光交错 眼力碰撞 虚空声雷 只听咔嚓一声雷声 在武神台上炸响 震人心魂 白沧海赞叹道 英雄相遇 惺惺相惜 龙月忠月 都是世间豪减 此情此景 当福一大白 武神台上 其他年轻强者 也是心有同感 虽说忠月和龙月 即将生死相见 但是这二人的气度 却都是出众出臣 让人不觉 佩服他们的胸襟 赤血和一众凤足的少年少女 已经来到武神台上 这少女手中 抓着一个油纸包 纸包里都是南海的虾仁 被烤得壳红肉嫩 这少女正在吃着瞎人看戏 听到白沧海的话 不由扑斥一笑 口中直喷瞎人 忠月面色不改 淡淡地看他一眼 秋剑看到白沧海 不由心中一喜 连连招手 笑道 小白师兄 你又来了呢 上次成你激烟 我师哥将他们都打败了 现在你又来了 若是开打 你须得再帮我师哥 赤血忍住笑 快步小跑过来 好奇道 这位小白师兄 有什么本事 能够帮助你 师哥获胜 秋剑看到他 不由眼睛一亮 暗赞一句好美的人 耐心解释道 上次小续空中 夏公子他们挑战我师兄 小白师兄在一旁点评 他每赞一个对手 我师兄便打死一个对手 他赞了所有人 我师兄就打死了所有人 所以我觉得 小白师兄的赞美 是我师兄的吉言 小白师兄 这是什么宣告 赤血惊讶到 连连向白沧海看去 惊诧连连 白沧海脸色一黑 咳嗽不已 上次小续空中 中越大战群雄 他赞一个 便被中越干掉一个 后来被人 灌以乌鸦嘴的绰号 狠丢白泧氏的脸面 白泧氏的长老 为此 还狠狠地训斥他一通 让他本事不济 便不要大嘴巴胡扯 免得有损白泧氏的名头 师姐 好吃吗 秋剑直勾勾地 看着赤血手中的纸扒 厚着脸皮问道 好吃 赤血将由纸包送到他面前 笑道 一起吃吧 秋剑真的就吃了 两个少女边吃边聊 说的 都是火度的美食 看得中越暗暗摇头 师妹对这些美味 还真是没有半分的抵抗力 第0386章 擦屁股 城外 左相声将山竹峰击杀 田延宗击毙威黑棋 引起不小的轰动 山神族和鬼神族 各有巨拨在火度城 带着几位法天境强者 和不少单元境高手 见到两人被杀 不由震怒 惹出不小的动静 山神族和鬼神族的巨拨巨头 要处死左相声和田延宗 为山竹峰和威黑棋报仇 这次南荒之行 比西荒之行 还要凶险十倍 近来容易 活着离开南 火圣宫中 水子安换来中越 左相声等弟子 让中越等人在外听后 陈阴片刻 取出十几张牛皮沙纸 折叠成一只只纸鹤 吹了一口气 只见这十几只纸鹤 扑扇着翅膀飞起 向火兜城外四面八方飞去 各大神族要对付的不是我 也不是田延宗和左相声 而是中山市 之所以要杀田延宗和左相声 只是声东击西 让我的精力放在他们二人身上 水子安注视着纸鹤飞远 道 现在不知道是否能来得及 沙漆山也到了火都 水子安换来中越 中越听到沙漆山 也来到这里的消息 不由赤了一惊 对这位海王佩服不已 三重记中 魔圣将天魔秘境记掉 除了中越等人活了下来 其他强者都死得一干二净 而沙漆山也遭到重创 没想到他居然活了下来 这就不是单纯的运气了 而是实力 沙漆山能够躲过 龙族五老的追杀 活到现在并非浪得虚名 要知道 龙族五老手持龙族的神兵追杀 实力极为可怕 可见沙漆山的本事非同一般 这位海王还曾向我询问你的事情 又向妖族的手询问龙越的事情 水子安面色凝重 低声道 他好像对你和龙越很是怀疑 中越思索道 沙漆山四处通缉我 多半是与木药心上的昆鹏神族勾结 昆鹏神族通缉我 所以他也通缉我 而沙漆山之所以知道 龙越就是中越 则是风无忌的魔道化身 透露这个消息给他 沙漆山 在魔族八荒中 见过风无忌的魔道化身 两人之间必有勾当 昆鹏神族 水子安威为一政 道 我知道沙漆山为何来此了 昆鹏神族与龙族有仇 而众黎神族也与龙族有仇 龙族是祖星上的神族之中的第一大族 沙漆山此来 恐怕便是打算说 何众黎神族与昆鹏神族联手 中越心头威震 师生道 这就难怪了 沙漆山的目的 绝对是为了借仲黎神族之手 设下传送大阵 将木药心上的昆鹏神族 传送到祖星上 仲黎 昆鹏 再加上孝芒神族 这三大神族联手 龙族危险了 水子安摇头道 龙族底蕴极深 就算三族联手 也不至于灭族 让我好奇的是 道是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何昆鹏神族 会借沙漆山之手通缉你 中越迟疑一下 看到宫中没有别人 当即取出铜灯 悬开灯盖 低声道 大长老请看 水子安向铜灯中看去 身躯一阵 只看到一个巨大的星系盘 绕在铜灯之中 星光如同灯油 只觉头晕目眩 而在星系之中 异口语异壮的长刀 静静地漂浮在那里 昆鹏神族的圣气 神异道 虽然只有一半 但是这口道的神威 却是水子安前所未见 大长老 这便是昆鹏族的 圣气神异刀的一半 另外一半在昆鹏神族那里 钟月打量水子安的面目表情 小心翼翼解释道 我夺取此刀时 用的是龙月的面孔 被昆鹏神族看到 风无忌知道 龙月就是我 所以才有沙漆山通缉我之事 我 水子安的脸 顿时变得极为精彩 一阵青一阵白一阵红一阵子 过了片刻 才将这些消息消化 有些麻木道 臭小子 你还有什么事迹 一起告诉我吧 对 就是这面神旗 怎么来的 青龙云文旗 地居之地的四神兽旗之一 你从重力神族那里抢来的 水子安胸口剧烈起伏 常常吐了口啄气 脸色变得更为精彩 过了良久 颓然道 奶奶的 老子活了这么久 也没有你这几年过的精彩 昆鹏神族的盛气 四神兽旗 奶奶个熊 昆鹏神族 如果被传送过来 第一个要灭的不是龙族 而是我见门 先将你小子干掉再说 钟月乃然 小心翼翼道 大长老有没有解决办法 要我为你擦屁股 水子安气道 这个屁股有些不太好擦 老夫一个人可擦不干净 众离神族 与海王沙齐山联手 不止传送大阵 风无忌内司也会插手 恐怕这家伙 已经到了火兜了 只是没有露面 这屁股 看他门主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擦 钟月哭笑不得 心道 让军师姐一起来给我擦屁股 水长老果然是生气了 口不择言 不过风无忌到了火兜 这倒是一件大事 小老头眼中金光闪动 立刻抬手封印他们所在的宫殿 取出图腾神柱 传讯剑门 君思协得到这个讯息 不由吃了一惊 只见图腾柱上 突然浮现出这位门主的面孔 翠声声道 水长老别慌 我亲自赶来 破解三大神族的传送大阵 水子安皱眉 门主若是亲自前来 剑门空虚 君思协笑道 你放心 方剑阁师兄坐镇在此 出不了大乱子 水子安沉声道 这个屁股不太好擦 还请门主持神剑前来 毕竟火都是南荒众离神族 第二大圣地 若是破坏传送阵 恐怕会被众离神族攻击 君思协扑吃笑道 不用神剑 忠师弟那里 不是有一口现成的神兵吗 水子安吃了一惊 诗声道 神异刀 门主打算动用神异刀 君思协哥哥笑道 神异刀的威力 要比剑门神剑大了许多 而且 又是昆蓬神族的盛气 我们这次不出面 也不是要与众离神族撕破脸 所以 用这口刀最好 只破坏传送阵 不留下蛛丝马迹 谁也不知道 是我剑门所为 忠越松了口气 笑道 多谢门主 两日之内 我变到火多 图腾柱上 君思协的面孔隐去 图腾柱又恢复正常 水子安受了图腾柱 微微皱眉 君门主也是个冒险心大的女子 一定是在剑门中呆腻了 打算出来转悠转悠 门主亲自出动 安危难测 有些不妥 其实应该让方剑隔前来 这个传送大阵 到底会在何处 忠越南南道 水子安长生而起 我去寻找传送大阵 你这两人小心一些 我不在你身边 必然还会有强者向你出手 毕竟你成长起来威胁极大 忠越点头 水子安立刻闪身离去 秋剑和赤血二女坛的投机 在火都城中大采购起来 买来小山一般的各族美食 储存在自己的原神秘境之中 手中还抓着大大小小的油纸斑 忠越则被秋剑扯着一起过来 陪着二女闲逛 我昆仑中也有不少上等的佳肴 改日我请你去吃 赤血邀请道 好啊 秋剑喜不自胜 忠越不禁摇头 剑师妹就这样轻易被拐走了 路婆婆还担心 我用男色拐走她呢 数不知一两包美食 就能把她骗走 突然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 笑道 两位妹妹有什么好吃的 可否让我也尝一尝 忠越寻声看去 只见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 不知何时来到她们身边 这女子身着男装 手持折扇 轻轻晃动 将火斗的炎热之气赶走 秋剑和赤血向她看来 都是眼前一亮 赤血笑道 姐姐也喜欢吃 那女子紧觉得看了忠越一眼 摇头道 不喜欢大吃特吃 只是偶尔过过嘴翼 秋剑和赤血一口同声 矜持道 我们也不太喜欢大吃特吃 只是尝尝而已 三女星友妻妻 立刻熟络起来 品尝美食 品点各种美食的优劣 很快消灭了一个又一个油纸斑 忠越连连打量那男装女子 只觉有些眼熟 但是却没有见过 这女子是谁 难道是军师姐改变容吗 不可能 军师姐说她两日之内 才会感到火都 火都距离剑门极远 有十多万里之遥 即便是巨拨赶路 也需要两天的时间 忠越心中纳闷 现在连半日时间都不到 军司邪没有可能感到火都城 那女子见她连连打量自己 笑道 我曾经吃过一种好东西 回味悠长 至今还记得 秋剑和赤雪都好奇起来 连忙询问究竟是什么美味 那女子笑道 生牛肉 大块大块的生牛肉 而且是 刚刚从妖怪身上切下来的 连喜都没喜 还带着血 二女吓了一跳 生牛肉有什么好吃的 这位姐姐口味真重 忠越身躯威震 呆呆地看着这女子 军司邪 真是军门主 她怎么来得这么快 那男装女子正是军司邪 忠越怎么会知道 军司邪听到她在魔族八荒的事迹 便知道 她此行必然凶险重重 唯恐水子安长老振不住场面 所以 当机立断 让方剑阁守护剑门 自己则离开剑门 直奔南荒火都 水子安徒腾住传讯时 军司邪便已经到了南荒 她改装易容 即便是忠越 也没有认出她来 突然 忠越心中一领 急忙抓住三女 飞速后撤 只见她们身前的空间晃动 一口鬼剑从空间中刺出 又是鬼神族的巨头 忠越大怒 第0387章 嚣张霸道 这口鬼剑极为可怕 乃是巨波级的魂兵 一剑刺出 顿时鬼哭声传来 无数冤魂从剑体内涌出 深深的怨念化作冲击波 冲击忠越和三女 阴风阵阵 鬼哭神嚎 这一剑飞出天空 顿时黑暗下来 无数冤魂漫天飞舞 将数条街道统统笼罩 冤魂冲向忠越 忠越立刻感觉到 元神被侵染 元神被麻痹 无法动弹 这口魂兵的威力实在可怕 怨念冲击入体 便可以定住对方元神 元神无法动弹 便无法灵体合一 也无法调动法力 问 忠越突然身躯一阵 一尊碎黄虚影出现在身后 空中顿时出现万道霞光 光芒照耀之处 处处响起洪亮的祭祀声 如同万民倒住 半空中的冤魂和黑暗 顿时被清洗一空 他体内缠绕元神的怨念 如同冰雪遇到骄阳 被筒筒炼化 元神立刻能够动弹 与此同时 秋剑身后 则浮现出一尊人手 蛇身女子的虚影 却是他在观想女娲 身后显出女娲虚影 破除鬼障 女娲虚影一出 他的元神也立刻恢复自由 而赤血身后 红光照耀 一道金氏红色雷霆劈落 劈向他的脑后 打入石海 也将困住自己元神的怨念念去 半点不存 至于君思邪则是一动不动 这口鬼剑 虽然是巨博级的魂兵 但是施掌鬼剑的 却是一个鬼神族的法天境强者 巨头级的人物 比他这位巨博 剑门的门主 则要逊色良多 鬼剑上的怨念连 他的身体都没有接近 便被他的修为化去 鬼剑刺向中越眉心 驯入奔雷 而在此时 中越四人身后 突然出现一面鬼头番 鬼头番迎风一抖 便见翻面上鬼门关开 一头头鬼神 从关内探手 向他们抓去 鬼神族的强者算计得极为巧妙 在街头袭杀 前方的鬼剑一剑刺出 冤魂遮空 四周一片昏暗 让人原神被困 双眼昏昏明明 目不可视 这时 中越便难以躲过这一剑 同时第二个刺杀者出击 中越若是后退 便难逃鬼头番的击杀 中越彻彻底底的动目 转身被剑 彭与金剑急剧膨胀 大剑猛然化作百杖 吃的一声将鬼剑频频切开 一条持剑的手臂 顿时被斩断 鬼剑分成两半掉落 死 中越肉身高高隆起 眨眼奸化作三十六丈巨人 灰剑迎着鬼门关 向前重重劈去 鬼头番连同番中的鬼门关 被声声劈开 反后血光乍现 出现一尊独臂的鬼神族练气势 正是在武神台上 偷袭他的那位鬼神族巨头 那鬼神族练气势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一条持帆的手臂 手掌被切落下来 武神台上他被中越斩断右臂 此刻左手持帆 右手却是一只兽爪 显然这位巨头 没有强大的肉身 不曾修炼果不死之身之类的绝学 被中越砍掉手臂之后 无法生长出来 所以 只得寻一头强大的妖兽 砍掉兽爪街上 这也是无奈之举 否则他便只能成为独臂练气势了 无疑实力会大打折扣 不过刚刚街上的兽爪 毕竟不及自己千锤百练的手臂 所以他用左手持帆 催动此番暗算中越 不料这次他的左手也被中越斩断 手掌尚且抓住鬼头番 没有掉下来 游子鲜血淋漓 刷 中越黑发暴涨 煞时间无数发丝 将这位巨头的身体穿透 剑六十四式 无数发丝以剑阵运转 施展出一套套剑六十四式剑阵 他的剑六十四式 并非是水子安的剑六十四式 而是他自己柔和了大字 在剑气所创的另类剑阵 比不上水子安的剑阵多变 不过 中越胜在发丝够多 一头乌发有多少根 满头乌发师斩剑六十四式剑阵 足以弥补剑法的不足 更何况 他的乌发 已经穿透这位鬼神族强者的肉身 相当于在其体内施展 只听吃的一声 这位鬼神族强者的肉身 顿时粉碎 化作鸡粉 而在中越身后 另一位鬼神族巨头现身 抓起断臂 握住断臂手中的两半鬼剑 向前闪电般刺出 刺入中越后心 两截剑间 从中越胸前露出 带出一片黑血 这位鬼神族巨头 也只剩下一条手臂 他没有料到 中越竟然如此警觉 以为手持巨拨魂兵 便可以将中越斩杀 熟料中越的感官无比可怕 在他刺剑的前一瞬间 便感应到一丝 若有若无的杀机 他也没有料到 中越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 不去抵挡鬼剑 而是直接抽出彭与金剑 转身被剑 彭与金剑可大可小 大小随心 金剑暴涨 顿时将他的手臂斩断 化解一截 但是他毕竟是巨头 法天境的强者 反应速度极快 手臂虽然被斩断 但是看到中越灰剑斩向鬼头翻 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抓起上在掉落中的鬼剑变刺 顿时得手 鬼剑中的怨念 被他的法力激发 一股脑向中越体内涌去 控制中越的元神 同时这位鬼神族强者 用力转动鬼剑 要搅碎中越心脏 他转动鬼剑之时 中越身体跟着转动 头下脚上 另外一尊鬼神族强者 也掐在此时 被他满头无法搅碎 鬼剑的恐怖威能 传递当中越体内 他的全身鲜血 顿时被污染 伤口中流出的鲜血 变得乌黑 元神却没有被困 碎黄的光辉照耀 鬼剑中传来 滋滋啾啾啾的怪响 那些冤魂怨念 统统被炼化 化作青烟消散 鬼剑的威能 顿时大损 那鬼神族巨头心中一惊 连忙撒手 身形向后撞去 陡然消失在空间之中 苗苗茫茫茫不可寻 就在他隐去身形的一刹那 中越双眸之中 一惊一百两道光芒 击视而出 化作金龙白龙 沿着地面平平窃下 吃吃 两声轻响传来 地面上顿时留下 两只大脚鸭子 被齐怀斩断 空中传来一声惨呼 那鬼神族巨头现身 封住伤口 向火圣弓飞顿而去 中越头下脚上呼的 一声拔地而起 飞至半空 人上在向上拔起之时 肉身便已然变化 带到他的身体 升至比那鬼神族巨头 还要高的地方 已然化作 一头三族金屋 下一刻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金屋斩翅而飞 轰然破开阴障 在瞬息之间 速度达到极致 他的飞行速度 竟然在两三次震翅 便提升到五倍音速 直奔那断掉 双族的鬼神族巨头而去 混账 众离神族下世的 武道天师下 重镜声音 从火圣宫中传来 这尊武道天师 冉冉升起 看向正在飞速 冲向那鬼神族巨头的忠越 面色森然 力声喝道 忠山士 上次我便警告过你 不得在我火兜中动手 你明知不犯 我可以看在水师兄的面子上 容你一次 但是断然不能 容你第二次 他探出大手 向忠越抓来 冷冷道 这次天王老子 也护不住你 忠越身形 已然来到那鬼神族巨头身后 突然身躯在变 从三族金屋画作 伏西真身 神魔太极图出现 持剑便向下重镜手掌刺去 彭与金剑和下重镜手掌碰撞 血花似剑 下重镜手掌被切开一道大口子 白骨露出 心中不由一惊 急忙屈指一弹 将彭与金剑弹飞 彭与金剑从忠越手中飞出 而忠越的身形 却游自在向前击射 探手扣住那鬼神族巨头的头颅 向下重重压去 两人从半空中坠落 狠狠砸在火圣宫的宫墙上 那鬼神族巨头 被砸得嵌入宫墙中 忠越按住她的头颅 让其无法动弹 一拳轰去 弓墙顿时炸开 坍塌八十丈 乱石纷飞 而那鬼神族巨头 被生生轰成一滩烂泥 偷袭我 我便打死你 忠越一脚将烂泥踢飞 恶狠狠道 半空中 下重镜又惊又怒 长发飘飞 怒笑道 好 好 好你的忠越 在我重离神族圣地 火都火圣宫中 你还敢逞凶滥杀无辜 今日我若是不杀你 我便不信夏 火圣宫中 一个个身形冲天而起 半空中各种气息 动荡不休 此次前来观战的各族强者 大多都是重离神族的贵客 因此在火机宫中暂住 忠越一拳轰塌八十丈攻强 轰杀鬼神族巨头 已然将他们惊动 更何况下重镜这话一出 自然会有不知多少人出来观望 下重镜见到这么多强者 倒也不敢立刻便出手击杀忠越 而是先向众人解释一番 交情图 下盛初等人 心中不禁骇然 忠越竟然活生生 打死了两位鬼神族的法天境强者 实在是太可怕了 而且 还是在火独城中 当众打死 最可怕的是 居然打到火圣宫中 还将火圣宫的宫墙打他一片 无法无天 真是无法无天 忠山市这司 到底是来与龙越一决高下的 还是来大开杀戒的 白苍海小声嘀咕道 龙越他还未打 其他各族的巨头 他倒是打了很多 现在还打死了两个 这司是故意的吧 在他身边是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唏嘘道 丹元静便拥有法天境的战力 不愧是能够击杀魔圣的存在 我白则是 为何没有这等天才 说吧 直勾勾地看着白苍海 白苍海冷笑道 世尊 你丹元静时 能打得死法天境吗 你都不行 便不要指望弟子 怎么说话呢 那白发老者大怒 一拳头捶在他的脑袋上 怒道 乌鸦嘴 你这次的本事 若是有嘴上功夫一半 我便老怀宽慰了 白苍海捂住头 争便道 我不是不行 我就是师父不计 明师出高途 下一刻 白苍海被直挺挺地打到在地 那白发老者 一脚踩在他的胸口上 难难道 中山市当着下重镜的面 杀了鬼神族 打了他的脸 这次不好收场了 四周 一片杀声 都是各族强者纷纷出言 要下重镜立刻将中越击杀 以正视听 维护公义正义 至于中越被鬼神族强者偷袭一事 则无一人提起 似乎都忘了此事 中越脸色淡然 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 下重镜冷笑道 中山市 今日我将你就地正法 你可心服 服个屁 中越淡淡道 今日我将火都城所有炼气室 满城老小 一起血祭掉 你们死得可心服 他脑后光轮转动 一个小小的木偶从中飞出 赫然是一尊魔神偶 无数炼气室和巨头巨拨 呆呆地看着这个不大的木偶 四周鸦雀无声 魔神偶 白沧海身上的那位白发老者颤声道 中山市 你就是用这个魔神偶 召唤魔神 将魔族八部圣族的圣族长 一起血迹的 淡定 中山市 我白则是 与你可无冤无仇 你不要乱来 地铃三八八掌 嘴脸 魔神偶 火都城中所有强者 哪怕是巨头巨拨 也是呼吸沉重 紧张地盯着这个小木偶 魔神偶并不出名 甚至在祖星上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有这等宝物 不过随着中岳在荒城的一战 这魔神偶的名气 便一下子大了起来 荒城荒漠中 中岳化名魔罗 催动魔神偶 召唤出师陀大尊 将在场所有巨拨巨头 包括魔族八圣族的圣族长 一起血祭掉 魔族因此元气大伤 导致魔族中隐藏的魔神 不得不出事 将他击杀以井效尤 但中岳却没有死在魔神之手 反而不知用什么手段逃脱 震惊天下 这件事在各荒之中 已经不是秘密 魔神偶也因为荒漠一战对阳明 诸多神族大部族 也各自搜寻点击 查找这个小小的木偶的来历 想要寻到木偶 为何能够拥有如此大的威能 其中白泽氏拥有着完整的传承 所收藏的各族大事最多 各种上古秘星 在白泽氏都有着记载 因此白泽氏率先知道 魔神偶的来历 其他各族向白泽氏请教 这才对魔神偶有所了解 他们也因此知道 沙漆山冷笑道 中山氏 你吓唬谁 你的魔神偶已经动用过两次 魔神偶的三副面孔中 有两副面孔已经闭眼 只剩下最后一张面孔 也就是说 你只剩下最后一个愿望 你若是催动魔神偶 魔神便会吃掉你的灵魂 你也会死 中月瞥他一眼 微笑道 原来是沙先生 沙先生别忘了 若非我破解魔圣三重解 你现在已经是一条死鱼 你欠我一条命 沙漆山哈哈大笑 森森道 小鬼口气真大 我欠你一条命 嘿嘿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我能逃出三重解 靠的是我自己的本事 与你何干 中月知道他薄情寡义 连栽培他的龙族都可以背叛 对他这话不以为意 而是把玩手中的魔神偶 轻笑道 我如今被夏仲镜下先生 刀架在脖子上 夏先生要处死我 我这条命不保 所以拉着诸位一起上路 我又能有什么损失 将整个火都城 百万生灵一起血迹 一定很壮观吧 火都城中所有的炼气室 和凡夫俗子文言 都不禁打了个冷战 中月破罐子破摔 惹急了他 催动魔神偶 直接将所有生灵祭掉 恐怕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都要死在此地 众离神族虽然强 但是再强 也不会比八圣族强 在魔神偶面前 根本无力抵抗 中山士 你不要乱来 白泽氏那位白发老者 咳嗽一声 颤唯唯道 诸位 老夫白则是白镇北 与中山士说一句公道话 刚才夏仲敬师兄的处置 有些问题 有失公欲 明明是鬼神族偷袭在先 破坏火都的规矩 中山士反抗在后 中山士也不算破坏火都的规矩 遇到袭杀 还能不许他反抗吗 山神族拒搏山青羊 连忙点头 沉声道 此言不差 夏仲敬师兄 你做得有些太过了 连我都看不过去 我山神族 虽然与中山士有仇 但此刻也不能不出来 说句公道话了 这事啊 其实不能怪中山士 沙奇山眼珠子转动 黑黑笑道 夏仲敬师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们仲敬神族 既然搬下火都中 不能动手的规矩 便要尽到保护贵客的责任 中山士在火都中遇袭 与你们仲敬神族 保护不利有关 妖族递走 也是连忙点头 沉声道 仲敬神族保护不利 反倒让我们冒着 送命的凶险 夏仲敬师兄 你也有过错啊 夏仲敬脸色阴晴不定 看向鬼神族的巨拨 鬼神族巨拨名叫威少公 死的那两位鬼神族巨头 都是出自他的授意 见下仲敬看来 连忙撇清关系 道 我鬼神族出现这两个败类 偷袭中山士 所作所为令人不耻 连累我鬼神族 也是为之蒙羞 没想到还连累了仲敬师兄 仲敬师兄 还请公道处置 不必在乎我的脸面 夏宗主长叹一声 语气凝重 道 仲敬 这次是你处置得有失公寓 便依诸位师兄之言 你向中山士认个错吧 夏仲敬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突然重重 吐了口啄气 向中月道 中月小友 我调查不清冤枉了你 还请小友 恕罪 中月微笑道 诚恳一些 夏仲敬脸色巨变 怒喝道 你说什么 中月笑眯眯道 我说 你的赔罪不够诚恳 对 对 四周一片复合声 仲敬师兄 你既然是赔罪 自然是要诚恳诚挚挚一些 这才好笑了中小友的怒气嘛 你刚才要处死人家 现在赔个 不是算得了什么 仲敬 赔个罪便是 犯不着搭上满城生灵的身家性命 夏仲敬忍住怒气 躬身长衣道地 搭着嗓门道 中小友 我错了 还请你原谅 你若是不原谅我 我便不起身了 中月没有开口 安静地看着他长弓不起的身躯 他不开口 夏仲敬便不起身 片刻之后 夏仲敬脸色胀红 四周也是鸦雀无声 都在看着中月 白泽氏老者白镇北连忙笑道 中小友 中月展颜一笑 夏先生身为巨拨 亲自赔礼 我身为晚辈 岂能让先生继续败着 这件事就此罢了 我不再追究 他伸手一抛 将木偶抛到白泽氏老者怀中 白镇北手忙脚乱 如同街道烫手山芋 连忙将木偶抛起 叫道 中小友 你这是何意 快快把魔神偶收起来 老夫承受不起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偶 不是魔神偶 中月笑道 这是一个假的 钟某喜欢雕琢 按照魔神偶的模样 雕琢了一个 老先生刚才为钟某 说句公道话 所以这木偶 便送给老先生了 假的 白镇北呆了呆 连忙细细打量 怀中的木偶 狮声道 假的 火圣公上空 无数个声音 异口同声的惊声道 一味味巨头巨拨的脸色 顿时变得极为精彩 中月竟然拿出一个 假魔神偶 将他们吓成这样 不得不改变口风 逼下仲敬向他认错 诸多霸主的面目表情 五颜六色 心里也是翻江倒海 各种滋味一发涌上来 夏仲敬更是勃然大怒 怒吼一声 头发根根竖起 如同神魔一般 怒吼道 钟山士 你敢用假的吓唬我 你做死 我有真的 中月回头 冷不丁道 你想逼我用真的吗 不想的话 就闭嘴 夏仲敬连忙闭嘴 胸口剧烈起伏 胸中愤闷难平 心中难过的几乎吐血 被一个小辈 像耍猴一样戏耍 让他空有一身本领 却无法动用 空有一肚子怒火 却无处发泄 几乎憋得走火入魔 钟月轻笑一声 扫了火圣弓的 又如神明般 伟岸的巨头巨拨一眼 淡淡道 庙堂之上 多是腐朽之辈 嘴脸可憎 说罢 脉步走出火圣弓 群雄被他这话 憋得几乎吐血 却无人出声喝泽 也无人阻拦 几杀鬼神族巨头 是打了下重镜的脸 而现在 则相当于卯足了劲 轮圆了胳膊 啪啪啪打了一圈的脸 而他们被打脸 偏偏又无可奈何 这才是最可气的地方 白则是老者脚下 白沧海对钟月的话 也是深有同感 点头道 被一位单元镜的人族练气士 耍成这个样子 愧居庙堂之高啊 闭嘴 白则是老者连忙低声喝倒 你连我也一块骂了 还嫌得罪的强者不多 他心中也是暗暗后悔 后悔自己第一个 为钟月出头 谁知道 钟月竟然弄出个假的魔神偶 而且还将这个假魔神偶 丢给他 他心中不禁坠坠 其他强者会怎么想 会不会认为 他与钟月是一伙的 中山士同党 这些败类不敢动中山士 但不意味着 他们不敢动中山士同党 偏偏他又无法出言解释 就算解释了 也未必有人肯信 大爷的 白沧海这孩子 肯定是天生灵体 扫把心灵体 老夫白镇北行走一声 从未出过差错 与这小子出门了两次 便惹出这么大的祸事 上次还好 只是乌鸦嘴而已 得罪了几个小辈 这次就得罪得多了 白镇北行道 世尊 其实是你的名字取得不好 你想你叫镇北 说顺了就是真辈 你还姓白 白沧海喋喋不休道 白镇北脚下用力 将他踩到地底去了 钟月走出火圣宫 秋剑等女立刻迎上来 秋剑还未动 便见君思邪抬手 抓住钟月后心 插着的那口鬼剑 小心翼翼地 将这口锯波及魂兵 从他体内抽出 接着一把伤药胡上去 止住鞋 手法极为娴熟 秋剑纳闷 这是本来应该是他做的 轮不到君思邪 毕竟君思邪一欲容 改装帽 变成一个陌生的女子 陌生的女子 为一个刚刚认识的男子 取件疗伤 就有些太亲密了 而钟月竟然没有拒绝 而是任由君思邪 为他处理伤口 这个反应就更为古怪了 秋剑连连打量君思邪 心中愈发怀疑 突然道 还未请教这位姐姐的名姓 我叫 君思邪心中暗道一声糟糕 心知自己的座位落下了痕迹 钟月从前 为他处理过伤口 现在他帮钟月处理伤口 也是理所当然 但在其他人眼中 就很可疑了 连忙道 实不相瞒 我是北海一谷的传人 孙思思 刚才见到钟小哥受伤 这才帮忙治疗伤事 北海一谷传人 白沧海小不快跑赶过来 裴笑道 可否帮我看看 我自幼阴脉入体 体寒多病 我白泽式的功法 又是阴柔一脉 冰川喜冰山 阴上加阴 姐姐能否治愈 第0389章 肉身秘境 君思邪恨不得将这丝一脚踢飞 不过他刚刚说过 自己是北海一谷传人 而且为钟月之伤 道不好立刻就踢飞这丝 只得为他检查一番 白沧海满脸堆笑 君思邪沉阴片刻 道 没救了 白沧海的脸色 顿时变得煞白 君思邪毕竟是巨拨 剑门的门主 搭手便知他的毛病 道 阴脉入体 幼年时尚可以化解 几位巨拨联手 便可以帮你化去 再服用阳性浓烈的灵丹 便可以不再复发 而你却偏偏修炼阴柔的功法 阴上加阴 阴脉化作阴邪 阴神居住其中 你修为越强 阴神越强 如今阴脉已经化作纯阴之神 唯有纯阳之气 才可以炼化 不过这世间 哪里有修成纯阳之气的强者 所以 你没救了 白沧海黯然道 我幼年时 哪里能够请得起巨拨出手 炼化阴脉 等到我修为有成 被宗族看中 阴脉已经化作阴神了 巨拨也无法炼化 中越心中微动 道 纯阳之气 我倒是炼就了纯阳之气 白沧海又惊又喜 连忙扑向中越 喜极而气道 我就知道 天不觉我 中大善人 行行好 帮我解决掉阴脉阴神 你要我做什么 我也答应 中越斗手将他弹开 笑道 不必如此 我因为是天生的日药灵体 碰巧修成纯阳之气罢了 君思邪连忙传音道 终师帝 不要救治他 他毕竟是外族 中越轻轻摇头 君师姐 白沧海怎么也是一条性命 何况白则是不参与各族之间的争斗 独立于世外 又不会威胁到我玩剑门 救治他对我来说 也是举手之劳 费不了多少力气 君思邪不再说话 中越细细检查白沧海体内的阴脉阴神 不由微微皱眉 刚才他说举手之劳 现在却有些头疼了 白沧海体内的阴脉中 聚集了浓郁的纯阴之气 而他修炼的又是阴性的功法 导致纯阴之气越积越多 已经遍布全身 不仅如此 他体内的阴脉此刻 已经化作一尊阴神 盘踞在心窝处 这尊阴神是一尊蛇神 围绕他的心肺盘绕 将他的心肺死缠住 随着白沧海的呼吸而呼吸 舌头张开大口 扣住白沧海的心脏上方 似乎要将他的心脏吞下 阴神算不上如何强大 但却很是棘手 因为纯阴之气 与白沧海的身体已经融合 融为一体 动阴神和纯阴之气 便是动白沧海 稍有不慎的话 极有可能在除去阴神的同时 也要了白沧海的性命 钟师兄 怎么样 白沧海紧张兮兮地问道 中越沉阴不语 盘算着 该如何才能在不伤及他的情况下 将阴神除去 不过他想了许多办法 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难题 阴脉就是阴神 外力侵入 阴神反抗 动辄便会摧毁他的心肺 一命呜呼 只有白师兄 你自己的力量 才能让阴神不反抗 过了片刻 钟越这才拿定主意 道 我的想法是 我给你一缕纯阳之气 你练话之后 我再传授 你我所创的日月宝照 你以我的纯阳之气为日 以你体内的阴神为月 不断提炼阴神中的纯阴之气 这样的话 阴神便不会反抗你 不断修炼下去 便可以将阴神阴脉统统出去 白沧海常常舒了口气 笑道 你现在有伤在身 还要与龙月决战 我的病字小便缠身 不急于一时 等到你与龙月一战后 我再来烦扰你 钟越点头 笑道 也好 不过 我与龙月战后 便会回到剑门 不会再火兜这个是非之地久留 你那时去剑门找我 或者我去北荒 找你也行 他刚才受到的伤势的确很重 一直都是镇压着 他后心的那口鬼剑 非同小可 乃是鬼神族的巨博级魂兵 君思邪虽然抽出此剑 为他上了伤药 但是伤势还在 依旧在他体内腥风作浪 白沧海连连点头 搓手笑道 我从前都是调命过日子 如今才算是松了口气 钟越因为负伤 当即返回火圣宫治疗伤势 而赤血 丘剑和君思邪三女 则继续在火都城中逛街 三女不知不觉间 来到小虚空外 抬头看去 只见下侯的大手平坛开来 拖起小虚空门户 小虚空门户前 还坐着一尊武道神人的肉身 镇守在那里 三女来到门户前 赤血打量这尊武道神人肉身 低声道 奇怪 秋劲儿解释道 武道神人的肉身极为强大 死后肉身不化 而且没有任何破落 将他们的灵魂封锁在体内 可以说是世间最为强大的灵了 火都的灵 便是眼前这尊武道神人了 她的肉身已经成神了 肉身成灵 强大无比 赤血摇头 我不是说武道神人的肉身奇怪 而是她的灵中 好像还有炼气势 而且数量不少 所以感觉到奇怪 君思邪心中微动 笑一宁道 你是说 这尊武道神人的原神秘境中 有不少炼气势 赤血点头 道 可能是众离神族 有在秘境中修炼的习俗吧 两位姐妹 不如咱们进入小虚空中游历一番 我想考教一下我的修为实力 看看能否登上至尊榜 秋劲儿点头 君思邪则是摇头 笑道 你们去吧 我还有事 二女进入小虚空 君思邪看着这尊武道神人之灵 目光闪动 火圣宫中 钟月闭目养神 静候水子安的消息 刚才她惹出那么大的动静 水子安也不曾出现 说明这位小老头 恐怕不在火圣宫 而是去调查传送大阵去了 水长老至今不曾现身 说明 这座传送大阵 应该是在火都的某处秘境之中 难道是在小虚空中 钟月思索片刻 摇了摇头 心道 火都中 肯定不止小虚空这一个秘境 必然还有其他秘境 我还是先治疗伤势 等伤好了 与自己做过一场 打消龙月就是钟月的嫌疑再说 鬼剑阴损无比 诡异无比 剑位入体 便可以镇压对方元神 剑刺入体内 威力百倍提升 好在除了阴损诡异之外 这口剑的其他威力不强 他的火机弓碎皇冠想图 也恰恰克制这口巨波级魂兵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换作其他巨波级魂兵 比如带着撕裂或者雷霆效果的魂兵 现在 他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即便如此 他现在体内的鲜血也被污染 伤口处的血液变得乌黑 而元神也被黑气缠绕 冤魂的嘶吼 扰乱他的精神力 而且 鬼剑的余威 还隐隐克制他的不死之身 让即便涂抹了伤药的伤口 也无法愈合 钟月观想碎皇 过了两久 体内的鲜血恢复正常颜色 缠绕元神的黑气也被炼去 冤魂的怨念清扫一空 不死之身立刻发挥作用 伤口飞速复原 鬼神族在刺杀一道上 的确有着过人的成就 他们能够隐匿在空间之中 想来是种族天赋 其他种族羡慕不来 钟月暗赞一声 捡起鬼剑 细细打量 鬼剑已经受损 被他用彭与金剑 沿着剑剂切开 威能大损 又被他炼化去一些威力 如今连法天际的魂兵也比不上 不过这口剑中的图腾纹 却还都在 极为玄妙 深奥难解 钟月眉心第三神眼裂开一线 打量这些图腾纹 过了两久 突然法力涌出 将鬼剑催动 问 一声轻响传来 钟月不由一惊 只见他手中的鬼剑 竟然凭空消失不见 这是 他心头大震 鬼剑竟然藏在空间之中 从他手中遁形 他观摩剑中图腾纹落 参悟出一部分剑解 所以能够催动这口剑 没想到 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口剑竟然也可以遁入空间 钟月移动手掌 鬼剑再次出现 钟月心中微动 加大法力 将鬼剑的更多威能催动 然后缓缓移动握剑之手 鬼剑依旧没有陷踪 而是跟随他的 手掌移动而移动 钟月松开手掌 以自己恐怖的精神力 驾驭这口魂兵将鬼剑系在空中 缓缓移动 鬼剑仍然不曾陷踪 鬼神族的魂兵 真是另类诡异 难怪是刺杀之道的大行家 他收回精神力和法力 鬼剑出现 心道 若是这口剑 能够将主人也带入空间之中 隐秘消失 那便好了 不知不觉间 两日时间过去 终于到了双月对决之日 而水子安 却依旧没有现身 秋剑和赤雪 从小续空中返回 赤雪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秋剑吐了吐小舌头 低声道 师哥 赤雪好厉害 登上了神话榜 排名超过了风孝中风师兄 排在第六位 可是他说 自己还是比不上他家的老祖 因此很是丧气 神话榜第六 中月心中凛然 打量虎牙少女一眼 心道 这女子果然是深藏不露 希望母国 真的如此强大吗 火都城中热闹非凡 不知多少炼气士出现在城中 有的占据高地 有的则飞在半空中 地位高的炼气士 还在空中生气一朵朵云彩 坐在云上观战 还有甚者 寄起滑盖 画坊 楼船 阁楼 宝塔 宫鸾等物 准备见证这次最为强大的 年轻一辈对决 武神台上 中月 龙月 缓缓登上这座高台 到了平台之处 两人依旧不曾停下 而是继续向武神台上走去 而在小序空外的五道神人体内 这尊五道神人 生前在肉身中开辟秘境 体内另有空间 共有五大秘境空间 广阔无比 其中最大的万象秘境之中 诸多练骑士忙忙碌碌 在搭建一座巨型传送大镇 朱镕市的宗主 朱镕延青亲自监督 旁边还站着一位人族少年 手中撑着白色雨伞 风无忌 龙月 中月 双月对决 真是做得一场好戏 风无忌轻笑道 朱镕延青乃是一位美妇人 下宗主之妻 笑问道 风老弟何出此言 第0390章 走入神话的少年 风无忌微微一笑 没有回答 笑道 现在就看下室的几位武道天师和巨博 能否将水子安做掉了 朱镕延青见他转换话题 也没有追问 悠悠道 风老弟的却算无忌策 竟然算到水子安不安分 想要寻到传送大镇加以破坏 风老弟是如何知道 水子安会得惜我仲离神族 与沙漆山联手 部下传送大镇召唤昆鹏神族的 他心中极为纳闷 风无忌与沙漆山一起来到火都 到了火都便一直没有露面 而是在暗中打量观察火都的强者 远远见到水子安和中越之后 他便立刻断定 水子安会来寻找传送大镇 所以提前与众离神族的强者定计 将水子安引入陷阱之中 这个陷阱便设在小徐空内 如今下室的两位武道天师 祝容氏的一位巨博级的炼器士 三人手持白虎旗 朱雀旗和玄武旗 三大神兵 围困水子安 准备将他炼化击杀 风无忌布置得极为巧妙 固步一阵 水子安深入调查 这才查到小徐空中 极有可能有通往木耀星的传送阵 因此进入小徐空 落入陷阱之中 最为巧妙的是 小徐空中的陷阱处在第七徐空 只有巨博才能进入其中 这就断绝了剑门高手救援水子安的途径 毕竟中越 左相声等人都只是单元静 静不了第七徐空 除此之外 小徐空中屏蔽一切感应 即便是图腾神柱 也被切断感应 无法与外界联络 这样一来水子安便无法通知剑门 三面神奇 再加上两大五道天师和一位巨博 足以能将水子安恋死在小徐空中 朱容颜卿最为佩服风无忌的便是这一点 简直就是算无一策 将水子安这样老奸巨华的家伙 也能引入陷阱 取他性命 要知道 熟悉水子安的都知道 他滑不留守 毕生最为凶险的一次 恐怕便是对上殷勤圆缺 但那次他也是有惊无险 甚至假死 后来暗算了诸多神族 风无忌能够做到这一步 实在是惊艳 水子安 我对他太熟悉了 风无忌微笑道 他的思维方式 处事逻辑 我都已经摸透 所以能够引他入伏 至于我为何知道 水子安得西传送大阵的事情吗 他顿了顿 悠然道 则是牵扯到中山市了 他没有戏说 中越强夺昆鹏神族盛气一事 连沙奇山都不知道 不过他却可以从中越的 魂兵彭与金剑中看出端倪 他知道 彭与金剑是 昆鹏族盛气神异刀的一部分 再加上昆鹏神族勒令 沙奇山捉拿中越 他便知道 这里面没有那么简单 显然 中越知道昆鹏神族 让沙奇山布置传送阵的事情 既然中越知道此事 那么再结合龙族 是沙奇山 昆鹏神族 和众离神族共同的敌人 所以 中越会判断出 这三大势力联手 沙奇山出现在火都 便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山市便可以判断出 火都中必有 联通木耀星和祖星的传送阵 他知道了 必然会告诉水子安 破坏传送计划 于是我迎水子安入福 就一如反掌 风无忌手举雨伞 凝视众离神族的炼气室 搬运巨大的铜柱 烙印各种图腾纹 喷吐熊熊火焰炼制传送阵部件的情形 含笑道 而且 中山市也应该知道 我到了火都 我可以瞒得过天下生灵 恐怕唯独瞒不过他 只是他并不知道 水子安即将丧命 祝荣言轻佩服万分 赞道 难怪封老弟年纪轻轻 便能执掌孝芒神族 一笔原来的大祭司要厉害多了 那个中山市 恐怕连给你提鞋都不配 为何封老弟如此重视他 谬赞了 风无忌谦逊一句 正色道 不局容易 破局艰难 祝荣宗主不可小觑了他 我观中山市 如同看一面镜子 从他身上看到我的影子 他心中默默道 中山市中月 谁人知晓你的可怕之处 就算是我爷爷风长 也不曾看出 蒲老化身的跟角 偏偏被你看穿 你是我的棒的弟子 是我一手 将你引入炼气室的殿堂 将你变成我的对手 也只能是我将你一手毁掉 巨大的传颂大阵 已经出具雏形 这次为了炼制传颂阵 无论是重离神族 还是沙漆山 亦或是他们孝芒神族 都取出了海量的炼宝材料 更为关键的是 这次是星际剑的传颂 最主要的材料 都是炼制神兵的材料 否则无法支撑起阵法的运转 可谓花费巨大 而且 为了催动传颂阵法 还需要星盘定位 星盘则是扎扎实实的神兵了 只有神才能炼制出来 星盘只有一个 是沙漆山从昆蓬神族的宝库之中 取得的宝物 至关重要 为了准备这座传颂大阵 三方都付出了极多 外界 中山市与龙月一战想来 应该开始了吧 风无济星道 这丝 的确手段多多 这么快便修成龙月化身 很难应付 不过她的运道不好 等到她洗脱嫌疑 恐怕传颂阵法 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昆蓬神族降临祖星 剑门便会被昆蓬神族摧毁了 覆巢之下 焉有婉卵 武神台上 中月 龙月两位年轻高手步步高升 向武神台的顶层走去 武神台一层 叠加一层向上堆积 如同圆锥 远看则仿佛火炬 越向上走 压力越大 每一层四周的栏杆上 敦服着一直指饕铁小兽雕塑 每登上一层 饕铁小兽便进自量起 压力便提升许多 而且最为奇特的是 修为境界越高 承受的压力越是惊人 能够登上中央平台上的练骑士 都是资质实力出类拔萃的人物 但能够登顶 站在最顶层武神台的 那就是 拥有着神一般的资质和潜力了 相当于少年时的神 这武神台对于众离神族来说 也是一个考验弟子资质和潜能的地方 历年来 都有不知多少众离神族登上武神台 选拔资质潜能 出类拔萃者 大家栽培 他们怎么还没有停止 四周围观这一战的练骑士露出金融 只见钟月和龙月依旧在向顶层走去 脚步没有任何停顿或者色质 而在他们身下 一圈圈的饕铁小兽雕塑纷纷亮起 各种图腾纹 从饕铁兽雕塑身上浮现出来 越来越明亮 难道他们打算在武神台顶层一站 那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仅仅是压力 便足以让他们举步维艰了吧 随着他们距离顶层越来越近 饕铁兽的亮度变越高 待到后来 这些图腾如同着火了一般 光芒连成一片 将一尊尊饕铁兽雕塑淹没 远远看去 武神台如同点燃的火炬 熊熊燃烧 光芒将整个火都城照亮 遮掩住太阳的光芒 钟月和龙月 两位少年终于登顶 站在熊熊的神光之上 如同两尊少年时代的神 火独城中 所有人都看得目眩神窑 白沧海身边 白阵北白发飘动 难难道 两尊少年时代的神 在此地交锋 能够亲眼看到这一站 老夫这辈子 迟了 与他抱有同样想法的练气势 不在少数 见证两位少年神的对决 到哪里去遇到这种事情 等到钟月龙月成为神明 他们在回想起 自己曾经见证了 两位少年神的一站 想一想都激动人心 武神台上 钟月和龙月 突然奇奇爆喝一声 开启元神秘境 脑后嗡嗡作响 一道道光轮 从他们脑后旋转飞出 一道又一道 六道光轮乍现 天哪 白阵北狮声惊呼 这白发老者几乎跳起来 六道秘境 他们竟然都开启了六道秘境 有没有这么变态 远处 夏宗主面色凝重 狮神地看着钟月和龙月脑后的六道光轮 光轮是元神秘境的投影 六道光轮 意味着 他们都开启了六大元神秘境 他也曾听说过 钟月和魔圣在荒城一战时 也显露出六大元神秘境 因此才能将魔圣斩杀 原本他以为只是个传说 而现在 不但钟月展露出六道秘境 龙月竟然也显露出六道秘境 不愧是他在炼气室极限的少年神 他们都已经突破极限了 鬼神族巨博威少功难难道 踏破极限再进一步 是不知多少炼气室梦寐以求的梦想 而此刻 这梦想在钟月和龙月身上显现 什么是第六轮 更多的炼气室则是茫然 纷纷焦头接耳一轮分云 第六轮 第六秘境 到底是什么秘境 有什么功用 如何开启 所有炼气室 哪怕是巨拨 也是一片茫然 一无所知 白镇北南南道 我曾在一处上古遗迹中 见到过一幅壁画 壁画上刻着开启六道轮的诸神 原本我还以为是传说 现在看来 既然是真的 我既然真的看到了神话 两个从神话中走出 是即将走入神话中的少年 夏圣初 夏圣年 朱江月等年轻一辈 更是心中不知识和滋味 正然地看着 站在神光之上的那两个同辈 他们虽然同辈 但是对方已经踏上巅峰 只是绝大部分炼气室并不知道 中月和龙月都是同一个人 中月修成第六轮 龙月身为他原神的一部分 自然也会开启第六轮 他们所仰视的这两位少年 其实自始至终 都仅仅是仰视中月一人而已 武神台的顶端 中月和龙月终于动手 他们一出手便是石破天惊 不要 iyi 火 火 火 得 火 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